欢迎回来来关心国际焦点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遭到伊斯兰接近组织伊斯兰国的暗杀威胁 但他仍然如其出访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 并且也针对ISIS发表了谴责谈话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21号到访阿尔巴尼亚 方济各在总统府对阿尔巴尼亚领袖发表演说时 对伊斯兰国的恐怖行径发出谴责 由于先前曾传出消息 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可能将教廷视为攻击目标 因此阿尔巴尼亚当局也严加戒备 将维安提升到最高层级 而与教宗方济各友好的阿根廷总统费南德兹 20号造访梵蒂冈时也收到伊斯兰国的威胁 另外日前也传出消息 欧盟设在比利时的总部也成为伊斯兰国的攻击目标 比利时回声报报道 估计有400位比利时人前往叙利亚参加伊斯兰国 其中已知约有90人返回比利时 而比利时当局也已经展开逮捕行动 避免悲剧发生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麒麟编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